藍天大海一望無際 熱帶生態盡收眼底 菲律賓素霧是旅遊的熱門景點 有網友在PTT上發文 一家三口想要在四月中旬出去玩 查而素霧行程 機票兩萬四千三百元 飯店三萬五 跳島行再加上包車一萬塊 吃飯雜用 預算大約抓八萬塊 這樣的價格 如果去墾丁玩六天 能住得更好嗎 我會在墾丁 因為比較自由自在 我會選擇出國玩 國內現在的旅遊消費太高 六天五夜八萬塊的預算要出國 還是國旅民眾各有選擇 查而下訂房網 在四月中旬 墾丁的房價 從民宿到星級飯店 價格可以差到好幾倍 以四月中旬墾丁地區的房價來看 星級飯店六天五夜 不用超過兩萬元 那很多優質的民宿 六天五夜甚至不用到一萬元 那我天天在墾丁看著大海 餐餐吃龍蝦生魚片 都不用花到八萬元 最近幾年國內房價常常被人嫌太貴 不少人覺得出國的CP值比較高 國內的旅宿業者 希望民眾可以多比價 擔心被貼標籤 這次有網友把菲律賓訴務 跟墾丁做比較 PO文求建議 就是希望花了錢旅遊 能夠玩得開心